小朋友,够钟上诞啦! 齐来用广东话识字 上诞之前,记得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广东话繁体字,高频识字课程 第三课,我的身体 各位同学,今天我们一起认识我们身体部位的字啦! 你们知不知道你是谁所创造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父所创造 是独一无二的喔! 什么叫做独一无二啊?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第二个跟你一无一样的人喔! 所以我们要好好爱护我的身体 我们一起说一次 我的身体 今天呢,老师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喔! 他的名字叫做小明 我们一起说一次 小明 嗯,小明呢,今天呢,去完公园玩啦! 他去了踢足球 他回到家的时候,整身骷髒啦! 你猜一下小明会做些什么? 他去到客厅的时候,第一件事就去了洗手啦! 之后,他就进到自己的房间里面! 你猜一下他有做些什么? 没错啦! 他准备呢,去换他的衣服 我们一起说一次 换衣服 换衣服 他做得对不对啊? 当然做得非常好啦! 我们给他个踢他先 因为他懂得爱护他自己的身体 保持整洁 所以他回到家会洗手 亦都会换衣服喔! 说了这么久 不知道你又认不认识你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呢? 哇! 这里很多中文字喔! 就等老师慢慢教你每一个字 怎样读啦! 第一个字,我们看看图画 这个字就是头 一起说一次 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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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喔! 我们不能碰到头的 所以我们在踩单车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戴头盔保护好自己 我们一起再说一次 头 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头发 头发 头发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发的喔!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颜色 有些人可能是啡色 有些人是黑色 有些人甚至是金黄色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很独特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很独特 不同喔! 所以不同种族的人 它有不同的头发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眼睛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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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的 有些人比较大 有些人比较大 有些人比较小 有些人比较大 我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喔! 鼻子 鼻子 同学 你会用你的鼻子来做些什么的? 没错啦! 我们的鼻子 用来闻气味的喔! 看一下图画 猜不猜到 这个字是什么字呢? 没错啦! 耳朵 耳朵 耳朵用来做什么的? 耳朵用来聆听的喔! 我们要聆听声音 你有没有用心去聆听 爹地妈妈的教导啊? 这个是什么来的? 猜猜 我听到答案啦! 是嘴巴?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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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你又会用你的嘴巴来做些什么的呢? 想不想到啊? 其实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嘴巴来说话 去表达我们的思想 我们亦都可以唱歌 去赞美天赋 那有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嘴巴 说一些伤害人的说话 对不对啊? 当然不错啦 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我们的嘴巴 去说一些祝福人的说话 一起读多一次这两个字 嘴巴 嘴巴 要刷牙齿才可以保持牙齿整结的啊 我们一起说一次 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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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这个字 你猜不猜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字读个念 念 我们的面 的掌相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 我们怎么可以保持整结啊? 想不想到方法啊? 小明刚刚踢完波之后 她很邋遢啊 她要洗面 抹干净她的面 她才可以变得干干净净的啊 我们一起说多一次 念 念 你们都做得非常好啊 我们今天认识完呢 我们的头部位置之后了 再看一下 现在轮到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体部位啦 现在轮到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体部位啦 原来我们身体都还有很多的部位 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 好,同学 知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字啊? 这个字就是手字 我们一起说一次 我们一起说一次 手 每个人都有两只手 我们的手用来做些什么呢? 嗯,不过呢? 我们可以写字 我们可以用手来画画 我们可以用手来吃东西 我们可以用手来换衣 我们一起说一次 手 嗯,不过呢? 女士知道有些小朋友呢 她手仔很多啊 会用手仔来打人的 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 对啊 对啊 真的好不对啊 因为 我们要外护我们身边的朋友 和同学 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双手 去帮人 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掉了 我们用我们的双手 帮他收拾东西 有人掉了 我们用我们的双手 去扶起他 那我们就 放挥到我们的双手仔 真正的用处啦 嗯,再看一下 小朋友,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的手 有多少只手指啊? 是不是一共有十只手指啊? 这个字 我们一起读一次 手指 再读 手指 手指 手指都很重要的哦 我们的小肌肉 只要多些训练 我们的手指仔 就会很灵活的啦 嗯,看一下这里先 这里有个图案哦 你都猜到了 这个字就是读心字 我们一起读一次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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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重要的啊 因为这个是我们心脏的位置 我们每一个人 需要呢 心脏不停地跳动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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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跳 我们才有生命气息的啊 并且我们可以用心 去感受一下 开心 和不开心的感觉 我们一起读一次这个字 心 心 嗯 到这个位置啦 同学看一下箭嘴 猜不猜到这个是什么位置啊 没错啦 就是个脚字 我们一起读一次 脚 脚 你用脚来做什么的啊 嗯,我们的双脚很重要的啊 因为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脚走路 又可以用我们的双脚跳舞 又可以踩单车 但是,我知道有些小朋友 有时太生气了 他就用脚踢人 或者踢掉所有东西了 这样做,对不对啊 当然,不对啦 因为,他在破坏东西啊 所以,我们要记住 我们的脚千万不要用来踢人 或者在发脾气的时候 乱踢些物品啦 以上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啦 这两个字,我们一起读一下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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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小朋友 你们今天都很厉害喔 学了好多个字喔 是时候 让我考考你先 今次就没有图画 也都没有英文字帮你了喔 试试认不认得以下的字 第一个 还记不记得啊? 如果不记得,就跟老师读一次 头 头 头 嗯,第一个字刚刚读了 猜猜 没错啦 没错啦 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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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这个呢? 提示你,用来闻气味的 鼻子 鼻子 你又記不記得這個詞語是怎樣讀呀? 耳朵 耳朵 這個呢? 用來講話的 嘴巴 嘴巴 你答得對嗎? 數一下手指 現在你認到多少個字呀? 繼續下來了 認不認得這個字呀? 牙齿 牙齿 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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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很簡單呀 認不認得到呢? 手 手 好 再看看這個 剛才老師叫你舉起手指 數下有多少隻手指 知道嗎? 這個字就是讀手指 手指 這個字 只用一個字 這個字只有一個字唷 猜不猜到呀? 心 心 这个呢? 它很重要的 因为有它 所以我们可以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猜不猜到呢? 脚 脚 脚 好,最后一个词语 今天我们主要学什么主题? 我的身体 这个就是身体 读一次 身体 同学,你今天都做得很好 我们认了很多很多个字了 同学,不知道你有记得多少个字呢? 如果你真的不记得 不要紧要 你可以回回头 再看多一次 这一条影片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天父的创造 我们每一个都是宝贵的礼物 我们一起说一次 我是宝贵的礼物 是呀 我们就好像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是天父送给我们的爹地和妈咪 所以 所以,记住 你是一份很独一无二的礼物 在天父创造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位置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位置 因为 你是独一无二 你 就是你 即使你说 我是妈生的 我有个哥哥或者姐姐 和我一无一样 但是 我们只要仔细去看 其实 你的爸爸妈妈 都会分到你们的不同的 因为 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两个一无一样的人 所以 小朋友 你的身体是受到奇妙可畏的 我们一起要好好保护 我们的身体 爱识 我们的身体 以报答 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 今天 老师就说到这里了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你喜欢我的教学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拜拜